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就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也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伤服务 所以也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好 这个恒大的之前那个auditor 罗兵涵永导又有最新的消息 之前这个恒大就遭到内地监管的机构 就指他帐目造假 曾经担任这个内房的企业auditor的罗兵涵永导 角色就惹人关注 根据香港一些媒体引述消息指出 内地已经接近完成调查 指相关的处罚通告初告 用了非常严厉的字眼评价这个罗兵涵领导 以反映他的严重性 我想这个就是之前事件的一些余波 大家都知道这个patreon是当日恒大的auditor 现在大陆的执法的部门或者监管的部门 就就着这个patreon究竟有没有夸大到当日恒大 在中国内地的收入 事关这件事就不只是一些内房爆波 或者内房金主爆波那么简单 因为恒大是有在香港上市的 你而说作为一个auditor的身份 你将他的那盘数是夸大了 或者有水分的存在 是会令到人就叫做买入了这些股票 或者是多些人去认购 他的所谓很值钱的债券 所以现在内地就慢慢将这件事 就演化了成一个金融的 骗案的水平去处理 而这个当日的核数师 就是这个罗兵涵领导 当然是走不掉了 最新消息 他就基本上一定会是被这个的中证监 去主死他 而且他都损失了一些的生意 例如这个中国银行之前就对外宣布了 这个董事会就会通过聘任安永 EY 他成为本年度的外部审计师 那么中行就是中云行 在今年6月时公布 原定这个逐聘PWC提供年度的audit服务 调整为这个的变化这个EY 就帮他做事这样 没错了 那基本上呢 就是PWC他的没落呢 完全都是这几个月大家吃花生看好戏的一个 经常会上映的一个戏码 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中字头的公司呢 都是马上跟PWC割席的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PWC出的那堂东西有多大 大家都不敢去找他 所以慢慢的生意就流入了去其他不同的公司那里 那现在EY就直接是看着他来砌 就是可能BIG4 净此一役之后呢 就真的变成了BIG3 就是这个PWC有机会都跌了下去 第二层那里 因为真的很多的生意呢 都是被其他的行是长久了 那都是没办法的 就是不是人家厉害 是坏你自己的嘛 那你觉得一堆东西是解不了的嘛 那现在那些人就传说罚10亿啦 有机会啦 但是都是传而已 你永远都不知道的 那但是凶月来风未必无因 就是如果你罚到两三亿呢 都会赢了的啦 10亿呢 我觉得都是一个合理的估计 因为这些东西呢 真是看着PWC去吃的 真是你罚多少呢 PWC都是硬吃的 除非他直接的那个数额是大到呢 他不如索性100%放弃中国市场 那我觉得他们是会拿捏到一个空间的 还有祖罚是一个切笔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公司就投降 转公司嘛 就是跳槽啦 转去找其他PWC的竞争对手啦 那如果可以真的将这件事明朗化 快快告诉公众 真的罚了这么多就只有这么多了 或者那个罚则呢 是这一样就是这一样啦 那你起码稳定了那个信心 那之后呢 你的交易呢 都有机会回来嘛 那最多你就割价咯 那你割价咯 那你割价 都起码又回一单交易去做啦 还有就不单止那些交易走啦 那些交易走呢 人都走的嘛 所以其他的那些公司呢 都是不停去PWC那里挖角啊 又或者根本就是 本身那只交易就是PWC那一条 旗币的人正在做的 那现在那只交易去了可能EY啦 又或者去了其他行那里啦 那整支交易就直接跳槽啊 去回另一间恐怖那里接回那单工作啦 那所以呢就真是人客水流巢的员工都是 就是全部都是善过别之 梁琴杂木而栖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客观很赤裸的现实 而且也提醒了呢 就是其他人就是内房的爆破风险呢 是有的 那现在刹就刹最大的那间 核带啦 那但是你都不担保其他的内房呢 是没有一个miss conduct的风险的 有机会呢都是有miss conduct的风险 又或者accounting fraud的潜在危机 那可能到时候呢 真是中证监又好啦 香港的AFO都好啦 逐个逐个慢慢砌 逐个逐个慢慢搞 就是没有一个人是蒙沽的 是差在看客户 会不会搞你的 就是你要搞你的术找到的 你一定找到些东西抽逞 那就逐个搞你咯 那现在就是监管机构 现在政府等钱花啊 当然找你们来开刀啦 罚款其实都是涂地来的嘛 现在你是要帮一下政府 去增加那些财政收益 这些东西呢 真是公在党国的了 你们全部都是要有一个的国务 就准备要交罚款的了 我觉得这个是那个大局的现象 怎样看啊? 绝对是要断臂求生啊 因为如果不真的叫做 应于政府的那些的判决或者罚款呢 你随时全档生意呢 都不用做 那现在是就 那个走势就很明显 他们应该是愿意 支付一定数量的罚款 就换取他未来呢 能够继续做生意啦 那就是刺激一啦 还有现在整件事呢 就牵涉到是 有些社会层面呢 就是不只是一些 几个金主啊 许家印 爆股那么简单 就是现在你恒大的事件呢 是有些伸张正义的味道 就是你现在讲的是那些 烂尾楼呢 其中一部分呢 是来自恒大嘛 讲这个的 涉及六百多万个业主 而烂尾楼的数目量呢 去到一百六十二万套 就是你中伏的人呢 就不是只是 投资了内房啊 买了他的四条三的股票啊 或者买了他的债券 那些的 所谓的投资者 或者是专业投资者 而是牵涉到呢 那个的社会问题 那些人是给了钱恒大呢 但是就收不到层楼回来 那你也知道 就是大陆的最 政府呢 最关心就是那些 民心走向嘛 那之前就讲些什么 共同富裕啊 一起去找大钱 跟年轻人去就业啊 那你现在这次的这个 纳尾楼的问题呢 就正正是牵涉到那个的社会 那如果你就 不将回当日 就是那些叫做 将这个中国恒大的这个故事 的 吹到很大的 那些的斯波安分子 捉拿归案呢 你是平不了民份的 那所以你一定要是将它 主死 或者将这个PWC呢 有回相应的懲罚呢 才能够平息到那个民怨 那这个都是那个的 大局的所在 对 是 和你也可以理解成就是 一朝天子 一朝神 就是毫无疑密呢 内地的那个 饭式呢 是有所转变的了 那现在恒大的 没落 你可以理解成就是 某一个过了期的饭式呢 都改变了了 那如果你要在大陆赚钱 又或者你要做大陆的生意呢 就不能用回以前 很成功的那一套mindset了 你是要转一转你的方向了 甚至乎如果你觉得转方向难的话 你不如转阵地好过了 就是以前呢 我想我们这一代呢 多少呢 都会有一些的同学仔 是北望神州去赚钱 那我跟你从来都没有 就是真的没有 北望过神州 因为神州那些钱呢 就不到我赚的 因为那边呢 都太多聪明人了 那我们上到去呢 是没有竞争优势的 都是给别人内卷的而已 不是内卷人 是给别人内卷 所以呢 我出道到现在 是没有 真是北望过神州的 我自己大陆都没有回好几年 我想17年之后 我都没有生过大陆了 那所以我很明白呢 就是我广东话 普通话 都不算太差啦 就是广东话当然是OK啦 是梦语来的嘛 普通话我都不算太差的 那之后买一买个小广告啦 我会和 鸡胖妹 白兵 和Erica袁黎明 有一个节目的 那我都有讲几句的普通话啦 就是希望都是 不要减少大家啦 其实我都是有 基本的软物能力的 但是上到去呢 你都是发现呢 他们的生态呢 你是接触不到的 就是这些东西都 拿些茅台出来 大家拿个缸出去 换生意的 我的缸已经剩下很小了 我没有那么多缸呢 可以去换钱的 我只要留些给我晚年自己用的 所以呢 我真的发现我这个 人的性格啦 能力啦 是不适合在内地发展啦 那就 如果你们 还有心在内地发展的话 想清楚啦 我觉得 不如好像我这样 周围去不同的地方 找一下其他的机会更好啦 我都未必找到很多的机会 但是 你就当是游历一下啦 认识一些其他的人啦 那我觉得 总会有一些的火花是 弄到出来的 那我就 我觉得是正向地 方导这一个未来的人生路啦 不知道阿妍你又怎样看啦 是的 就是赚钱就有很多方法 我相信 就是不同地域啊 不同时间啊 都有一些新的赚钱方法 就是当然啦 你说就是 过去那20年 就是赚钱最容易 当然是房地产啦 就是无论你是香港 或者大陆都好 那个楼市都是升到八八声 就是无论你是做上游 就是发展商 还是你是下下下游 就是纯粹炒楼的 其实都是 但是你九博的话 真的累积到 一两亿身家 都是不出奇的 但是现在整个玩法 就摆到明是转了 但是就 我相信很多人 都有一个路径依赖 就是还在那 用以前那套mindset 去到做事 因为你看到香港 其实都有 人去买一些 二手盘 或者一手的新盘 那你有这一套的mindset 其实我觉得就 摆在今时今日 就叫做是 过了时 或者是 起码就可能是十年后 十年八左右 才会重新 陈兴法 那现在呢 就反而是 转了狗运 听你师傅说 反而是一些的 其他新的方法 才能够可能 找到一些财富 是 那所以 真的大家 要适应新世代的转变 就是 BELIEVE IT OR NOT 有些人未必相信风水的 但是 很多师傅都说 狗运 然后就会有很多大的转变 我也有很多大的转变 阿妍 你未来也有大转变 但是现在就未必说得住了 所以 大家再 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 多点留言 分享 按一按订阅的钟仔 订阅我的Patreon Fortune Insight Prime 还有也填一填阿妍那张的Google Form 之后呢 希望会有更加多的合作的方式 我们是可以 和大家建立得到 首先希望大家可以多点CRS 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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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仔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YouTube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 Field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解答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会解答你的 那是非常之划 你问我们100条问题 我们都会解答你100条问题 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个Pay Me Code 放在影片的左上角 同一时间也都放在留言和caption那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影片做得好的话 也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打赏我们 也都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我们也都有一个点唱的环节 就是你只要在Pay Me那里 输入一些你想我们说出去的message 那我们就会透过我们这个平台 就会说出去 所以希望大家都善用这个点唱环节的服务 也都除此之外 我是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是会爆很多黑幕内幕 以及一些独特的独家分析 那甚至乎我现在做的奇人谈 是会找不同的嘉宾做访问 那里面也都会再有一些公开不方便 去讲的一些黑幕资讯 都会在Patreon那里爆出来 也都有很多的电子书 电子杂志 还有很多的精彩内容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绝密的爆是非的YouTube 那希望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的Patreon 那最近呢 我就最受欢迎的内容是讲一下 怎样可以帮现在香港人呢 是可以透过信用卡财技 套到三十万出来 那这一招的财技呢 套到三十万之余呢 亦都是可以分期付款 其实是超过三十万的 只要你懂得玩的话 那所以亦都帮很多现在有现金周转困难的香港人呢 就解决了他们一些的燃眉资金 那甚至乎有一些的税汉的财技呢 是可以一月的税移到去五月才交的 那也都有这些的巧妙东西了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订阅一下 那我自己也都有一个Fortune Insight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就会多些上市公司股票内幕的分析的 那至于90后投资经理阿妍呢 我的节目拍档呢 他的投资回报也是非常之厉害啦 近年呢都很轻易呢 会找到一些两三日前买之后 就会爆炸性回报 几十个percent至一倍的股份的 那大家如果对于投资 港股或者美股策略上面呢 是有疑问有兴趣的话呢 亦都可以找一找他呢 就把握现在这个机会的窗口 那至于联络他的方法呢 下底就有一张Google Form 也都有一条Google Link 在Caption和留言那里 都会留下这个Google Form 那大家可以去找一找他 了解一下他的那条策略 那这个就你们自己私底下联络 那就无需要去经过我的 那我也都相信 今年呢 是一个最重要的机会窗口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 这一年的机会窗口 要找多些钱 去做好整个人生的资产投资的财务部署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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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